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失客开市》 我是林梓彤 现在和大家跟进欧美股市昨晚收市的情况 随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当地有战乱发生 甚至震散投资者的信心 美股导致早段急插超过800点 在高位回落超过一成 但之后美国表明不会出兵到乌克兰和俄罗斯交战 舒缓市场紧张的情绪 导致收市转升92点 收报33,223点 标普500指数曾经一度跌超过2.6% 收市回升大约1.5% 收报4,288点 升63点 紫园纳指急速下跌大约3.4% 之后回顺 收市反而飙升大约3.3% 收报13,473点 升436点 在美国上市港股月托证券造价个别发展 会控制表本国收市跌2.97% 腾讯升1.44% 阿里巴巴升1.34% 美团升2.71% 国售升0.5% 中石化跌1.07% 中石油跌3.28% 至于欧洲股市全线受压 英法德三大股市齐齐跌超过4% 倫敦富士100指数 收市跌290点 收报7,207点 法兰克福德克指数 收市跌579点 收报14,052点 巴黎克指数 收市跌259点 收报6,521点 看看商品期货方面 市场忧虑俄罗斯石油业会受到制裁 和战事会影响原油供应 纽约旗油和布兰特旗油 至2014年以来第一次突破100美元的水平 曾经一度升超过9% 不过收市蒸发大部分升幅 纽约旗油最终收市只升71米 收报每桶92.81美元 伦敦布兰特旗油升2.24美元 收报每桶99.08美元 升幅度2.3% 市场避险情绪升温 国际金价进一步攀升 创下17个月高位 纽约期间收市升15.9美元 收报每桶1,926.3美元 看汇市方面 环球汇市亦是剧震 俄罗斯劳报对美元汇价 曾经应声急插最多一成 创历史新低 但之后当地央行宣布措施干预汇市 令到劳报跌幅略为收窄 至于避险货币 瑞士法浪和日元受到追捧 看最新的美元回价 港元7.807 日元115.406 欧元1.119 英镑1.338 瑞士法浪0.924 加元1.28 澳元0.716 纽西南元0.669 美国国库债券10年期债率 继续1.96 30年期债率继续2.27 看完港股 昨日急插完 今天都没什么力反弹 升得76点 22969点水平 国企指数升71点 最新做8102点 大市成交125亿多 科技股的反弹力度似乎比较好些 暂时科技上升大约2% 这个环节和大家跟进到这里 稍后回来还有其他直播环节 稍后再见